冬天呢,画面比较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用提前发面的肉馅包子 松松软软的,可好吃了 在小碗中加入一勺花椒 倒入热水,把花椒的香味浸泡出来 今天买的是前腿肉 把猪皮去掉 猪皮可以储存起来,留起来做皮冻 改刀切成小块 装进绞肉机里 启动按键,打成肉馅 把打好的肉馅倒入盆里 加入姜末,盐,十三香,鸡精,生抽,老抽,蚝油 顺着一个方向,给肉馅搅拌均匀 再将泡好的花椒水分三次加进去 搅拌至肉馅完全吸收进去 敲肉馅时加入花椒水 可以去腥,蒸香 一直搅拌到有粘稠状 放一边腌制一会儿 准备几段大葱 先竖着划两刀 切成葱花 倒进肉馅中 再淋入一勺热油 激化出葱香味 再次搅拌均匀 咱们的肉馅就调好了 盆里倒入400克的小麦制花面粉 用240毫升35度的温水来和面 不会花面的小伙伴可以用这种制花面粉 只要加水就可以了 搅成面絮状,揉成面团 将面团揉到光滑细腻 放到面板上搓长条 切成均匀的小面剂 取一个面剂擀成边缘薄的圆面皮 放入适量的肉馅 用筷子压一压 慢慢的把口收住 不会捏包子折的 可以多看两遍我的手法 摆到蒸笼里面 盖上盖子 醒花40分钟 包子折明显变浅了 就花好了 开大火烧开,蒸上15分钟 关火焖5分钟开盖 哇,纹色好香啊 看一下特别的松软 一点也不回缩,不塌陷 一次就成形 还节约了花面的时间 冬天不会花面的朋友 可以试试这种做法 店增加 变成 我们下期再见